泰国大选大瓜反风 让前进党以及魏太党 以狂风扫落叶之势 横扫99%的选票 不过选前喊出 压倒性胜利口号的魏太党 却遭遇滑铁炉 他心之女佩通坦 无法畅想复仇记 得票率出乎意料的 略少于成军才三年的前进党 显然组阁的话语权 就被迫拱手让人了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 接受亚式新闻访问时坦言 选举结果虽然令人振奋 却无法从中预测泰国 接下来的政治样貌 376席 作为组建政府的魔法数字 唯一主张往事改革的前进党 要争取上议院的支持 依然有难度 党魁皮塔到最后 也未必能如愿登上相位 就算这两个党加起来 他们的席次还是不够 所以还是必须 一定要要376 那所以势必还要跟 比如说公民力量党 太制豪党 或者说是民主党 还是跟其他小党去合作 那么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卫态党 去跟这些小党合作 然后用比较温和的候选人 去争取参议院的支持 不管是军方或者说是支持皇室的 那他们基本上相对来讲比较保守 那么可是卫态党和前进党这边 前进党又相对来讲 对皇室有比较多的批评 所以这250席能不能够 这票给谁 会愿意支持谁 出来担任首相 我觉得从现在到7月之间 还有太多的这种幕后的谈判 折衷妥协还在进行 很可能最后当首相的不是皮塔 也不一定 本届大选反风吹起 刘碧荣基尼部以清迈作为例子分析 当地有不少原来的支持者 依然怀念塔辛 尤其他所主张的民粹经济学 但结果显示 前进党的得票率比卫态党多 这也显示了ZAC世代和年轻世代的力量反扑 才造就了今天的结果 不管是Z世代或千禧年的世代 他们觉得你过去红山军的塔辛这些人 虽然你的挑战既有利益 没有错 但是你们还是太老了 所以有世代的出来 所以这里面有过去红山军时代 留下来的一个阶级的一个对抗 那也有这个新的世代的一个挑战 那还有说现在的王室呢 你说瓦吉拉龙宫国王跟过去的普美鹏 那这个在一般的知识度来讲 或人们的受到人们的爱戴又差很多 又差很多 所以王室本身不像以前那么样的受到爱戴 王室世代加上阶级 你说农村的跟城市的白领 所以这几个势力整个集合起来呢 就造成今天这个结果 翻看泰国历史 从1932年以来经历了13次军事政变 难免让不少泰国人担心 即便有了陆军总司令的大派定心丸 不会发动政变 是否只是空头支票 而前进党又是否会步上 未来前进党的后尘 刘碧荣教授有他的看法 就算Pita或者前进党没有被解散 但是我们刚刚讲过 为了要换取参议院的支持 Pita不见得会当着首相 但是一个解散 一个军事政变 这个阴影一直存在 所以现在巴育首相 必须要让人们相信泰国是稳定的 不会有政变 不会有这样的解散 这个得票最高的党 大家放心 因为只要有一件事情发生 那么很多投资客 就会对泰国的经济失去信心 这些事情可能一撤走 或怎么样 就会影响到整个泰国的经济发展 谈到巴育接下来的动向 刘碧荣教授认为 如果巴育能够确保政权能顺利交替 对泰国或他个人而言都是加分 也能一喜他过去2014年 发动军事政变得污名 当然巴育也可能担心 流亡海外的塔兴是否会回国 接下来是否会上演秋后算账 大选尘埃落定 泰国的民主化之路才要开始 而接下来又会不会走回头路 接下来两个月 台面的谈判与决力将更为关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